玩关羽就一定要进金蝉 如果没有人进的话 当你拿了关羽之后 你们仔细看 你看他一点都不犹豫 急跑不一定跑起来 所以我换血云 血云配合防御塔到底有多香 大招推动之后 接血云的控制让他动不了 推出这一下 他出塔用2技能断掉他的技能 再接着往第二个防御塔的方向顶 你看他黑平了 两个宝石这一波对比一下 血云和急跑 金蝉这一波绝对是打不了的 但是血云2技能跳控 接血云的控制 控制时间调位 往防御塔的方向劈 塔的伤害收割 你看换急跑是不是打不了 再来看移速快的好处 打起来掉头 然后你们看我赶过去的速度 只要慢一点点 是不是就收割不了 再看跑起来的移速591 2技能跳控 接血云的控制 你们看好金蝉和选择的位置 跳控两人接血云控制两人 连环控制调位 劈出这一刀 这一刀劈完之后 对面一个一个接着黑平 剩下一个女傅 你看他也黑平了 注意对面对你有威胁的技能 像金蝉 他的圈 在他技能没用掉之前 我不先手 通过拉视野 看他的位置 看他的技能释放 躲中奎的勾 用二技能跳突进 这一波没有跳好 不然连金蝉一起皮 如果没有一心的大招 推出去之后 直接单杀他黑平了 就算是这样 还是切了对面双C 对面一个一个接着黑平 对面双C 对面双C